大家好 我是你们老汇喵哥 前两天直播的时候有朋友咨询我 说开武林宏观去换机油 结果别人说不要换全合成机油 武林宏观换全合成机油不合适 那么为什么不合适呢 今天喵哥给大家分析一下 几万块钱这种家用车 普通车到底能不能换全合成机油 是不是真的像我们有一些维修的老师傅 跟大家说的那样 你经常吃粗粮 偶尔吃一次精粮 容易拉锡 首先我们也知道 目前市面上这些基准机油的区别 矿物油半合成机油全合成机油 由于全合成机油半合成机油和矿物油 他们之间对于车子的保护程度 以及他们的性能 其实差距是挺大的 为什么我们常说的 矿物油5000公里一换 而全合成机油可以1万公里 甚至1万多公里一换都没有问题 他们其实严格来说 就不算是同一种产品 尤其是矿物油和全合成机油 虽然都喊机油 但是他们的制造工艺 他们的提取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有些人认为 这个全合成机油 它的流动性比矿物油更好 感觉上更稀一些 所以用在这些几万块钱的国产车上面 由于国产车它的发动机制造技术 没那么精密 发动机的零件间隙比较大 用上去之后 可能导致机油消耗过快 烧机油 所以在固有观念里面 认为国产车 它就不应该用全合成机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去修车的时候 修理产的老师跟你说 你这个车加全合成机油 没有必要 浪费了 而且会烧机油 你还在加矿物油 最合适 这是第一种 就是观念造就了 为什么它觉得你不能用全合成机油 第二种 其实它是打了它的小九九的 你算一下 全合成机油 虽然说价格比矿物油会贵一些 但是就目前我了解的情况 像全合成机油 你要是在搞活动的时候 自己去买的话 其实比矿物油的价格 也就贵一倍这么多 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买到 但是你换油周期 你就可以实现1万公里一换 因为你5000公里换一次 你就得每次换机油 你得换一个机油旅行 而且你得1万公里 得换两次 它就得赚你两次公司费 然后再加一个机油旅行的钱 第三种情况 也是一种固有思维 所带来的一种固有观念 就认为便宜的车 你就应该只能用矿物油 而那些全合成机油 那些好的机油 那些高端机油 它就应该给那些豪车用 给那些几十万的车用 其实也是由于部分维修人员 它没有去算这笔换机油的账 以及公司费 以及机油旅行浪费的账 所导致的误认为 这个普通几万块钱家用车 用全合成机油成本太高了 就用这个矿物油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一点就来了 有些朋友说 我这个车子 我一年还开不到5000公里 那么我到底是换全合成 还是换这个矿物油呢 没有跟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一年才开不到5000公里 一年换一次的话 换全合成机油会比较好一点 虽然说稍微棍那么一点点 但是你一年才换一次 你下下 10年你就换10次 每一次换机油 换全合成比换矿物油 价格多200 你10年下来就多2000块钱 但是全合成机油 给你的车子所提供的保护 比矿物油确实要好很多 还有一点呢 在同等条件下 全合成机油的看老化性 会比这个矿物油会好一些 所以你一年换一次 即使你是只跑了5000公里 那么换全合成机油 也会更靠谱 更放心一些 因为毕竟我们的矿物油 建议大家是半年 或者5000公里换一次 好了 如果你觉得 喵哥讲到实在 解决了你疑惑 给喵哥点个赞 给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